3月29日,国际足联官方宣布,以取消印度尼西亚举办U-20世界杯的资格。 官网中的内容显示,今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印度尼西亚足协主席进行了会面, 随后国际足联决定,鉴于当前的情况,取消印度尼西亚举办U-20世界杯的资格。 国际足联将尽快宣布新的东道主,而U-20世界杯的举办时间将不会进行更改, 后续国际足联也许会对印度尼西亚足协进行惩罚。 国际足联需要强调的是,尽管做出了这个决定,但在2022年10月发生的悲剧后, 国际足联一直在致力于帮助印度尼西亚足球转型,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·维多多的帮助下,积极协助印度尼西亚足协。 国际足联主席和印度尼西亚足协主席将尽快安排下一阶段的会面。